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再一个是什么 它营养比较丰富 那么现在有一句话 叫做什么呢 叫吃四条腿了 不如吃两条腿了 吃两条腿了 不如吃一条腿了 吃一条腿了 不如吃没腿了 四条腿咱们都知道 是像猪羊什么这些 那这个呢 一条腿 那个蘑菇就是一条腿了 鱼就是没有腿了 那今天就要看看小春天和董浩的了 对 有请 我们俩是有腿的 但是我们确实做的是没腿了 这个面条也没腿了 怎么说起面条了 我们这菜就叫做口馍鲜鱼面 这条腿主料 好 看这儿 西兰花 扇鱼 口馍 冬笋 鸡蛋面 这边有酱油 胡椒 味精 吃淀粉 香油 蚝油 盐和糖 细心的观众朋友都看出来了 我这个配合的三位巧春天 各有个人的高招 王茜的就善做面 今天这扇鱼面 确实我还真没吃过扇鱼面 没吃过吧 今天尝尝先 行 第一步我们先煮面 加多少呢 水可以多加一些 这样煮出的面条 就不会粘在一起 我们在煮面的时候 给这个水里 要加一点点的盐 和适量的水油 加一点点盐和鱼味 对 看这么半勺就够了 好 这个时候水开了 对 你用这面 好像不是一关的面 这个是鸡蛋面 所以这辣勺就是嘴小 我们这个时候把这边的火也打开 把这个煮面的锅挪到这边 来 我来 煮面的时候我们不盖锅盖 不盖锅盖 对 盖了锅盖煮出的面就没有那么筋的 来 帮我给这边再加点油 今天你有点忙 没事 拿点热 加多少 好 可以了 这边锅 油到几层热的时候 油到五层热的时候 因为下锅的油已经是四层热了 你看 这很有特点 它光加蒜 那个木铲子给我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扇鱼 它一般来说呢 有一点腥味 对 有的观众朋友反映 扇鱼里面会有一些小的寄生虫 对 红红的 就这种颜色的小虫子 要看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扇鱼洗干净了 而且做的时候要给它做熟 当然如果有的朋友说 说我这个就是想吃那种没有血的扇鱼 怎么办呢 洗的时候 加一点盐 就行了 而且能把它这个粘液洗干净 对 来 这是我们家口馍 所以这个做扇鱼必须得加蒜 对 去腥味 而且这个蒜油的味道也非常的香 对 蒜都炒成金黄色了 对 这是我们加扇鱼 加扇鱼 好 盐 盐 一勺就够了 对 蚝油 蚝油 都是好东西 好 来 酱油 两勺 酱油两勺 胡椒粉一勺就够了 对 好 一勺 好 一勺 其实这个味道已经非常好了 我觉得要我我就拿这配点米饭先吃 你属于性格比较低的那一勺 是是是是 好 来我来 那边面好了 擅鱼面 我看这面盘差不多了 面可以了 把面捞出来 点捞出来 对 我们这边再稍微炒个 一分钟就行了 好 蘸鱼肉的颜色发生变化以后 再炒它三到五分钟 对 给它做熟 洗锅的时候呢 我们再给它淋点香油 提提鲜 好 我喜欢吃汤汁多点的 好 我喜欢吃汤汁多点的 能不能给我多做点汤汁 没问题 刚才一加酱油 一加盐 它这个鲜膜里面的水分已经规发出来了 我们满足每个人的愿望 这个汁已经不少了 要是咱这样 听个大小嘴了 咱们再给它加点水 再来点水 好嘞 加点水就行了 好嘞 好 我们关小火 这时候总好 把这个火一点开 我们还有一东西 没焯水呢 好嘞 好 西兰花 对 好 这个扇鱼卤炒得差不多了 把西兰花焯它一下 对 好 这时候焯西兰花的时候 就把这扇鱼光火 怎么样 加了香油味 太棒了 太棒了 一点腥味都没有了 好 我们这边 光火 好 好 把这拿出来 我们拿西兰花 这个边 要荤素搭配 好 而且这西兰花的颜色 也非常正 因为我们焯水的时候 刚才煮面的这水 已经加过盐和油了 这个菜都是这样 不光味要好 菜像也好 现在 你把这个 来 好 面已经炒好了 已经炒好了 摆得非常漂亮 这焦鱼的事是你焦还我焦 你来 我知道你肯定会焦得多 怎么这么细 怎么样 你看没有这个 味非常的鲜 能不能我先吃两个 不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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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咱们先 让他们先炒棒 来 来 口婆 擅鱼面 你怎么拿这么多筷子 我是掌握住他们的这个筷子 这碗面就是我的了 这样不着急吃 既然我筷子都控制了 您先说说 它这个营量价值怎么样 这个特点是什么 是高蛋白低脂肪 几乎没有脂肪 所以那老师吃绝对是有好处 这就是适合什么 像肥胖啊 高脂血症的人呢 吃是最好了 来 给你个筷子 你尝一口 尝一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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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尝不行了 别加太多 像你最小的一块 您说好 我就钻进去了 你是谁 那钻吧 好吃啊 来 好 合作成功 明天再见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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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